如何成为知识型 YouTuber? 第 2.1 集 演示动画 卸潮中作 为什么演示需要使用动画? 动画可以帮助您控制演示文稿传达的速度。 它们可以增强演示的外观和趣味性。 通常通过转换幻灯片,或影片上的许多元素来实现上述目的。 最好的动画具有与您的信息相匹配的美学用途,并可以帮助您控制演示的进度。 通常,仅用于增强影片外观的动画会使观众感到沮丧。 基本方针 1. 要始终如一 2. 要细致 3. 要适度 1. 要始终如一 如果场景上有几个要点,请使用相同的动画来介绍每一个。 2. 要细致 2. 对于专业演示,精美的动画将使您的演示整洁,观众将注意力集中在消息而非媒体上。 3. 要适度 不必为所有内容制作动画,根据经验,将效果应用于影片的三分之二。 2. 这将使事情变得有趣,而不会令人分心。 3. 演示动画的原则 1. 掌握语境 2. 控制时间安排和持续时间 3. 基本做法 4. 进入动画与退出动画 5. 完美实控 1. 掌握语境 在制作解说影片之前,我们必须确定影片的结构。 我们通常在进行详细介绍之前先做一个摘要。 用图示在摘要和小节之间建立连结。 然后在演示文稿中定义内容。 接下来,在选择动画时,请确保其强度与您要呈现的内容的兴奋程度相关。 2. 控制时间安排和持续时间 动画的持续时间很重要,并且对动画的体验有很大的影响。 您是否看过美景之间缓慢过门的影片? 最初,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效果可能会很有趣。 但是随后,当您一遍又一遍地看到它时,它就会成为沮丧的根源。 这很乏味。 通常的规则是制作快速动画,除非较慢的动画能进行较有意义的处理,例如呈现全新的事物。 0.5 秒的动作是常用的。 动画质量控制技巧 对动画进行质量控制的最好方法是在做完后进行演示,并且只注意动画。 要问自己,步调感如何? 演示文稿中是否存在动画过多的部分? 太少了吗? 时空如何? 从整体上回顾演示文稿,可以更轻松地估计您选择的动画是否有意义。 3. 基本做法 在整个影片中使用相同的动画。 为了多样化而添加许多不同的过门动画,这毫无意义。 实际上,多样性常常会分散您实际交流的注意力。 基本效果 出现 使物件出现在演示文稿中。 淡入淡出,感觉比看起来有些圆化效果。 缩放 快速强调场景中元素的一种好方法。 4. 进入动画与退出动画 进入动画包括 4. Blinds 5. Blinds 5. Hand slide 5. Iris 5. Iris 5. Pop 5. Slide 5. Sparkles 5. Split 5. Stripes 5. Slide 5. Slide 5. Blur 5. Fade 5. 等等。 5. 退出动画也包括 5. 退出动画也包括 5. Blinds 5. Hand slide 5. Hand slide 5. Iris 5. Iris 5. Pop 5. Slide 5. Sparkles 5. Split 5. Split 5. Sparkles 5. Stripes 5. Slide 5. Slide 5. Blur 5. Fade 5. crossed 5.аб 你的动画特效,就很容易陷入过度使用的状态。 请务必从观众角度考虑效果的时机。 听众应该对你着迷才对。 人们通常以人们阅读文字的速度为影片制作动画,但这确实让人分心。 动画应支持演示,而不是实演示蒙上阴影。 如果您迫使观众同时专注于两件事,那么您将发现它们必须竞争注意力。 您应该知道何时要传达关键点,因此在口头交付后,请确保您使用的效果适时加强您的观点。 这样,动画就可以增强您的论点,而不是淡化它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